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席我这个荣幸可以邀请您到台中间吗 义无反顾 主席想宣扬传递给大家的想法跟意念就是 然后我们要坚持做对的事 义无反顾 那柯P我想要先跟您请问一下 这么多的小物啊 你有没有最喜欢哪一款 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说一下 哪一个获利率最高 薄利啊 薄利 薄利 我们是薄利多销 非常佛心的价格 用这个形象照呢 把它做成了刺绣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把一半毛巾都是 印一个图案上去 我第一次看到刺绣是很惊讶 我说这成本不是会增加很多啊 但是它价值也提高了 比较有质感啦 对不对 我觉得给柯P介绍好像不是很好 一开始我们是说捐多少钱 送一些户政小物嘛 不然就是还太麻烦了 捐钱就捐钱 买东西就买东西 免得那个点数换来换去 行政成本太高 我到现在就是很嫌疾 还没办妇晚餐位 老实讲 跟人家开口要钱 我都觉得怪怪的 很不习惯 所以干脆我卖东西给你 我比较不会不好意思 你要不然就捐 不然就卖东西给你 不然我们这样 事出无名 搬一桌请大家来捐钱 不太习惯 不过到最后 如果钱不够还是要付款 我都是需要多少钱才开始去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一个还是往网路不管继续 另外一个开辟一个商品 大家可以 可以买东西的 这个大概可以补家用 如果我们没有钱去买那些大的广告 那怎么办 请我们的支持者买这些衣服 你就变成我的火动招牌 我们这个叫化整围灵 拜托大家穿上 含有克制logo的衣服帽子 還有一些小屋 在市面上到处走动 也算是个广告 我们就请科匹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竞选观望 这个一样嘛 网站进去 那进入美好台湾 点下去 这个当然形象照嘛 一开始是我个人的 那将来慢慢 我们会把部分区立委补上来 所以这个网站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选局 最后这三个月 它是一个动态不断的在增加 那这个开始 进去以后 大概分三个 政策共论 行程站台 还有抖内 政策共论 我倒觉得是这样 这场选举到现在为止 其实讲政策讲的不多 因为台湾已经很流行 负面选举 大部分都是比两个烂苹果 谁比较烂 甚至选举唯独方法就是 说对方比我们烂就可以了 不过想要打破这个 恶性循环你知道 我们还是开始要提出我们的一些政策 那这我们大概国家政策 就国安、人安、社安 一个是国家安全 牵涉到两安 外交、国防 一个是人安 人安主要是比方说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医疗保险 另外一个是产安 产业安全 主要看好台湾的一些产业政策 因为我们每一次开记者会 都会把影片一直上来 所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投票前 这个都是动态一直增加 我们也希望说一个网站它是活的 它资料可以一直增加 我们看看 像点那个人安 就跟这个社会有关的 当然底下像一个就是医疗 医疗当然就比较熟了 那 比较有趣的是 你这样读的过程当中 它会把它要的资料也跑出来 比方说一开始讲互并比 这互并比就很清楚 像新加坡1比6、台湾1比13、南韩1比10、日本1比7 就知道说目前台湾的护理人力不足 但是随着下面再看 你看到那个人口老化 他就告诉我们台湾每个县市 现在大于65岁上人口的百分比 现在看起来就是 其实现在看起来最年轻的桃源市 大于65岁上人口才14% 像台北就已经超过20% 所以相对来讲台北是一个 比较老化的城市 但这个 这个过程当中 他会讲一些政策 他还有影片可以看 我要点在面对问题 应该有影片 点在面对问题 马上 他就有影片可以看 事实上我也觉得YouTube 有时候看文字还是太累 现在人也不太习惯 不太习惯看文字 所以 就是我们把我们有关的这个 医疗有关的影片会放在上面 所以基本上 他最后会变成一个 类似像科文哲 YouTube的一个集中站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看 那我来看看 我们点到那个行程站台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选权 行程站台 行程站台 好 就是这样 一开始我们是说捐多少钱 送一些附赠小户 不然就是要太麻烦了 捐钱就捐钱 买东西就买东西 免得那个点数换来换去 行程成本太高 所以为了我们要卖东西 我们要成立一个木壳好店 其实木壳就是客 用我当那个logo 要卖到那些东西 当然另外这样 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到现在为止这样 前期还没办木晚餐会 老实讲 要跟人家开口要钱 我都觉得怪怪的 很不习惯 所以 所以干脆我卖东西给你 我比较不会不好意思 你要把你就捐 不然就卖东西给你 不然我们这样 私出无名 要办一桌 请大家来捐钱 不太习惯 不过到最后 如果钱不够 还是要木管 原则上 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没有很用力的 在木管 因为我想说 我都是需要多少钱 才开始去木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一个还是 往路木管继续 另外一个 开闭一个商品 让大家可以 可以买东西 这个大概贴补家用 贴补这个 所以从木口商店进去 他所有产品都在上面 他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钱去买那些大的广告 那怎么办 就请我们的支持者 买这些衣服 什么 你就变成我的活动招牌 在市面上 这是一个方法 现在高速公路旁边 因为那个大线看板 每个都要十几万 贵的要到不到上百万 太贵了 一个月 所以干脆 我们这个叫化整围顶 拜托大家穿上 含有柯文哲 logo的衣服 帽子 一些小物 在市面上到处走动 也算是个广告 那产品很多 我们会慢慢 另外一个方法 也是利用这个机会 让我们台湾一些新秀 设计的新秀 有机会可以在这里表现 好 大概就是这样 行程站台 行程站台出不来 大概就是这样 行程站台上来 以后我们会把我们未来要去的东西 可以事先公布在上面 这也方便 这个我们支持者知道说 这个礼拜 柯文哲会出现在哪里 大概就是这样 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肌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丧的银痕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